各位老板好 古雷老师好 我叫张佳寅 我来自美丽的均垦新城石盒子 我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 我平时的爱好就是在家做饭 然后在工作当中 我是一个性格随和 团队协作 执行力 抗压能力强的人 这次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希望寻找一份助理 或者是活动执行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喜欢做饭 看不出来你挺瘦的 哪一年毕业的 是19年6月份 你的这四份工作经历 哪一份你认为最值得说一说 中国人寿的经历 因为这段工作经历 其实是我自毕业以后 做的第一份工作 其实我觉得就是 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 我的销售的方式是不同的 是吗 比如说面对于我这样的人 你会怎么销售 我面对于你这样的人 我就是谈养老 谈什么 什么 养老 为什么 你贴的口好有点 没关系 为什么对我就谈养老 对啊 就是因为 我撞您好不好 因为这个时候呢 是他最能够就是 就是工作 就是有所成就 然后是他最能赚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他把一部分钱呢 然后就是放在了这种养老的保险里 当他退休了以后 然后这种收入 最能挣的时候 反而应该赶紧想想怎么养老 对对 不能挣的时候你也买不起保险 对不对 那如果像他那样 已经基本上老太隆中的断东 你应该跟他谈什么 资产的传承 好好好 下一代的事 是不是下一代的事 不是 就是当他这个时候 他就是应该如何把他的这个钱 能够就是更多的 然后因为现在就是这个经济 你买说得很好 小伙子 跟我谈养老 跟他谈传承 那如果跟陈薇那样年轻的呢 谈健康 健康 他看上去就不健康 不是 是因为啊 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 他的那个一个家庭里 最能挣钱的人 反而是最应该购买保险的人 如果他没有孩子呢 他是这个丁克呢 如果他是 那就更应该把这个 把这个保险啊 投入到自己身上 当自己要是倒下了以后 就是需要用这笔钱 来维护自己 那个正常的生活 我们迟早都要倒下 咱们别聊那么远 这孩子挺会察言观色 有方法论的啊 我看你的那个 我看你的那个经历当中 有一份这个奢侈品销售 那是实习是吧 兼职 你卖那个 你怎么观察客户 我之前有碰过过一个 他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为什么 我感觉我在美国买的 和你们店里的 这个标的位置 好像不太一样 然后他买的是A货 不知道 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们这个 就是最新进的畅销款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打销 他就没有多问什么的 然后他就购买 你觉得你的回答打多少分 六十分吧 我觉得我只是告诉他 我们这个东西的质量 你不用 那个人多大年纪 速食 你为什么不跟他谈养老呢 你我还没卖博线 我觉得小伙子 你刚才浪费了一个机会 就是刚才 涂雷老师说 你有没有观察 你的客户 其实跟你求职 今天非常相关 因为你求的是助理 助理最重要的 就是要察言观色 然后把事情 做在老板前面 而在这一点上 你其实没有领悟 涂雷老师给你的机会 在这一点上 其实还有一点嫩 我不认同啊 我觉得刚才他有一个回答 特别有情商 就是你说别人拿着一个 说logo不一样 对不对 那如果他直接说 那我们是正牌店 就会显得别人很愚蠢 就好像别人买了假货 他就说 我们是最新款 这个特别好 红米星很好 又没有伤别人 对不对 又说明 其实我们是很有底气的 这个你今天面试的是 助理和活动执行 怎么着销售不做了 我觉得就是 我在这些职业都是相通的 其实我刚毕业以后 就做了正式工作 就中国人寿这一项 那销售你接不接受 干 也干 对 但更想做助理 对 做什么助理 就是运营或者就是活动执行这一块 要求薪资多少 四千块钱 最初的面试看 我觉得嘉莹表现得非常棒 另外我个人也认为 如果你再坚持下去的话 在你的职业生涯里 再提高一下学历 能取得非常大的成绩 因为你的情商也表现得挺好 谢谢老师 相对你做销售的特质 比你刚才提到后面做运营那个视角上 应该更优 就是更加的有加分项 所以你为什么转运营 等一会儿你要展示出运营的能力才行 否则的话你就很难得到好机会的 第二环节好好展示 第一轮选择虚货力 还有十一盏灯 你干嘛灭掉 觉得他性格太弱了 销售都是比较强的 而且我们这边 人家做助理 这性格做助理挺方便的 我们没有助理岗位 都是销售岗位 都是销售岗位 来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他准备给大家是唱歌是吧 唱一首歌 许葳的顾湘 天边夕阳再次迎上我的脸庞 再次迎着我那不安的心 这是什么地方 依然是如此的荒凉 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 高超来了 总是在梦里 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 再来 我的心 有一次被唤醒 我站在这里 想起和你曾经离别亲近 你站在 人群中间 那么孤单 那是你 破碎的心 好 上呼吸机 我的心 却那么狂野 谢谢大家 我觉得他很可爱 嘉宜 我特别希望劝你买份保险 你太有勇气了 我觉得我们的掌声是送给那KBOL老师的 我们都没听人家解释为什么要唱歌 对呀 这是我七年在KTV的沉民曲目 好 可以 我的看法跟你们都不一样 我本来是想要他 等到他唱这首歌 我就决定要他了 我觉得这首歌表现出他那种 真的无所顾忌 拼尽全力 全情投入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在职场上就是这样的 特别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那个灭灯的那个 那个何宁宁说你性格很弱 你要回复一下吗 你性格弱吗 我认为不弱 我觉得我在原则方面的问题上 我很坚定 那你讲了最霸道的事 你举一个例子 你曾经坚持原则的一件事 就是我的女朋友吧 有一个男孩特别喜欢他 但是他现在已经是我女朋友了 当时就是这个男孩呢 就是不停地就是约定他 就是约他去看电影 然后他也给我说了 然后我告诉他 我就说你愿意去你就去吧 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既然给我说了 我觉得你们俩肯定不会有什么 你就去吧 然后结果那天 他去了 他告诉他不去 然后那天是12月31号 我就想着 说是带着去跨年呗 然后我说这东西去哪好呢 然后我问他想看电影吗 他也不看 然后说吃饭吗 然后他也不吃 到他家门口以后 然后我看到他是 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 然后我问他干嘛去了 他说那个你说了你别生气 然后 我说到他了 我 response被搞的 幻灯就到哪里了 我说出来 就这么个人啊 我看了 我看了 这么多了 他也不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所以这恰恰证明了何宁宁说的是对的 你很弱 对 第二轮选择 续后率 还有两盏灯 按摩